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 我先把那個畫面分享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要用不一樣顏色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不是叫你塗髮煉鋼啦 如果塗髮煉鋼的話 那很花時間 所以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式 可以禮拜六一個格式 禮拜天一個格式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除了說用VBA之外 其實當然還可以用設定格式化 不過我是覺得設定格式化條件 有點麻煩 變成你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那程式寫完之後當然相對的 我是覺得可以一勞永逸啦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就做兩個按鈕 OK 一個按鈕叫 格式化日期 就把禮拜六禮拜天格式 變更 那一個的話就把格式還原 大概就這樣 其實程式 不算太複雜 我們來看一下 按下這個格式化 你會發現 禮拜六禮拜天 OK 喔 然後就格式 如果把它還原的話 就是按一下還原格式 這樣就恢復了 那程式呢 該如何撰寫喔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這兩個按鈕喔 第一個 我們前面講過 第一個的話 你就把那個開發人員的VBA叫出來 那名稱的話呢 就叫做格式化日期 所以喔 1 切到這個VBA這邊來 然後呢 2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模組裡面吧 那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這個 格式化 有沒有 然後日期 這個不用打 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告訴他說 範圍在哪裡 那首先的話呢 他的列喔 第2列 到第32列 所以呢 特別注意喔 以後列的範圍喔 你就打那個 i 就可以了 for i 等於第2列 到 第32列 Enter 兩下 打一個 next 那藍的話呢 我習慣用追 那按 Tab 鍵喔 記得喔 縮排在裡面 下一切 for J 等於第幾藍呢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用 A到 Z A到 J吧 A到 L 不是 你記得用數字 1到 因為12個月 第1藍到第12藍 next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是 把所有的藍列選起來 理論上是先選這一個 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做什麼呢 把他裡面的資料喔 讀出來 然後呢 檢查一下是不是禮拜六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呢 給一個顏色跟底色 那如果是 禮拜天的話呢 那給另外一個 所以我們先除禮拜六了 那怎麼知道是禮拜六呢 if if什麼呢 if 那禮拜六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以用weekday 在VBA裡面一樣有個weekday 用法跟 Excel裡面的函數一樣 那給他什麼呢 儲存格 誒 剛剛哪個儲存格 Sales 如果你 假設啦 你已經給他i跟追的話 你很簡單 直接Salesi都點追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這裡面全部的每一個 指的這個範圍的每一個儲存格 他的那個什麼呢 weekday 那weekday回來他會得到一個結果啦 禮拜六的話呢 是哪一天呢 禮拜天第一天 禮拜六就最後一天 所以是等於7 空一格 然後要做什麼 OK 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 end if 意思就是說啦 只有禮拜六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 把那個什麼 顏色 就是他的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什麼 所以字的顏色叫Sales 顏色 顏色先不要放 點Fone 字的顏色叫 點 點Color OK 字的顏色等於什麼 什麼顏色 RGB 那至於什麼顏色 顏色 可能如果你不加 先不要加好了 記得這個瓜糊要把它補上 因為你如果補了瓜糊 那個Fone color就不出現了 底色的話怎麼寫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Interior color OK 特別是如果是底色的話叫 Interior color 這個 OK 這個叫底下的顏色 所以 Interior 點什麼 點Color 這個的話呢就指的是他的底色 等於RGB 小瓜糊 可是我現在還沒給顏色喔 那記得這個要補一下 Salesidead 有沒有 這一欄 OK好 那我怎麼知道深綠色是什麼 數字 比如說這個是底色 淺綠色是什麼顏色 那我們可以這樣喔 教各位一個方法 常用裡面的油漆桶 深綠色的話是這一個 OK 那你可以怎麼 點一下這個 然後呢 感受一下 記得喔 這個顏色 如果你找到之後 你想要拿這個顏色的話 把它產生RGB 很簡單 找到其他色彩 找到你要的顏色 我要哪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 深綠色 深綠色 反正這個好了 那請你按制定 OK 那你會發現喔 0 51 0 就是這個顏色 那淺綠的話呢 你往上拉 淺 多淺 不過最好找一個 比較好記的顏色啦 你會發現喔 綠色255 然後 淺一點的綠色 要不然就100 跟100 這樣比較好記 乾脆這個取整數啦 100 然後這邊100 ㄟ 這樣的話呢 就會是淺綠了 所以喔 如果把剛剛那個顏色填到哪裡 填到我們剛剛這邊 如果是 字的顏色是深綠 深綠的話是0 0.51 喔 記50好了 0.0 然後呢 ㄟ 這個淺綠色的話呢 那就是 100 0.25 0.100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了 不過喔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喔 因為如果你假設讀取資料的時候啊 假如說你讀這個資料喔 有 日期的格式 位到這邊的話 還OK 沒問題 還OK 沒問題 他會給一個 結果 一個數字 那判斷是不是 禮拜六 可是呢 如果有一個狀況喔 因為剛好喔 底下我們有 空白的資料 如果假設你把空白喔 特別是喔 這個沒有資料的 部分呢 丟到這邊去判斷的話 他會產生錯誤 意思就是程式這邊 無法跑 停到這邊就卡住了 我私心給各位看一下 你不要執行 這個OK有沒有 前面都對了 但是呢 你會發現喔 到這邊錯了 為什麼錯喔 一看 原來什麼 他告訴你說 裡面是空的啊 為什麼你叫我判斷 不對啊 那怎麼辦 所以喔 這邊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避開空的 那要怎麼避開空的喔 特別是喔 一般習慣是這樣啦 在外面再加一個 邏輯判斷 所以一副 什麼呢 資料 哪個資料 Sales Idea的這一欄 意思就是全部的數人哥 幫我把他抓出來 一個一個檢查 如果 什麼情況下 才可以去做底下的事情 就是當他不等於 不等於就是小於大於 不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啦 如果等於空的就跳過去的意思 所以喔 然後 一樣喔 在最底下這邊加一個 N的一副 那為了喔 那個 這個一副 裡面還有一層 所以喔 建議把裡面這個一副 按TAP鍵 意思是喔 如果他不是空的 他才能夠執行這個動作 否則他會出出 要把游標再往上 這個 程式往上拉有沒有 寫完這個之後呢 再執行 你會發現就正常了 他就 不會有剛剛的錯誤訊息 那禮拜六OK了 再來就禮拜天 好 不過發現這樣好像有點顏色太深的 所以我把這個顏色改200 改200可能會更淺 底色就沒那麼深 看一下 執行一下 淺一點 這樣好OK喔 所以200 惡物200 好那如果這樣寫完之後的話 表示說這個邏輯判斷是 禮拜六的 所以這個是 禮拜六的 那禮拜天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很簡單 把這四行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之後 貼這樣 那這邊就禮拜天了 其實改幾個地方就好了 這個是日 禮拜天 如果呢 weekday得到的結果是禮拜天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1吧 應該是1吧 如果是禮拜天的話 禮拜天的話是1 那我就把 字的顏色改成紅色 紅色的話就是255 後面都0 底色的話黃是還記得吧 黃配綠 黃的話 紅色全部 綠色也是全部 藍色的話沒有 OK好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知情一下 有沒有 禮拜六禮拜天 就 OK的 再來的話 最後 就是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這個可能要比較小心就是這個地方 不等於空的 如果它裡面 假如說像這種 這個主要是要避開什麼 這個 主要是避開這些 裡面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weekday 就會 失效 就會壞掉了 OK 就會等於是 發生bug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還原 還原很簡單 當然呢 你可以 一個除塵格 一個除塵格 慢慢還原 比如說你可以寫的什麼 應該這個邏輯判斷都可以拿掉 把它恢復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 就是 把邏輯留兩行就可以了 拿兩行呢 顏色部分 就是這個顏色 其他都可以刪掉 有沒有 這個太過去了 按 SHIP加TAB 12 OK 那如果要恢復的話 其實可以把這個回圈 每一個每一個 字的顏色改成黑色 所以黑色的話 就是全部都零 底色的話呢 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前面講過 沒有的話就 X X L NUM 這樣子 把它執行 不對啊 我格式化 日期 成事 好啦 執行一下 這樣 不過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 的缺點喔 就是呢 它會 一個 一個 一個的清掉 但是喔 如果假設你寫成下面這個方法的話 相對的效率會比較 會好很多啦 為什麼呢 因為它 一下子全部都格式把它清除掉了 所以建議喔 上面的寫法也OK 只是說上面的寫法是一個除成格 一個除成格慢慢清 所以以後建議喔如果你要把那個格式還原 建議寫成下面的方法 Range A2 一直到L的32 這就是一個範圍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的字的顏色恢復 把它的 這個底色也恢復變成沒有 OK這樣 快很多 那把這個 這個應該 還原格式 這個根據叫Sale OK 然後剛剛那一段程式喔其實雲端上也有了 所以 你們其實假如動作比較慢的同學可以先call 就這一段 來 比如說像這樣 其實還蠻快的 那如果用Sales清楚的話 它就會一個一個慢慢的 當然因為這數量還不夠多 但是如果你用Range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幾乎是瞬間 OK了 所以很多時候喔假如說你程式跑得太慢喔 我是建議還是用Range的方式 來撰寫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好 來吧 好了 來吧 好